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夏斌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发布 中国经济未来如何发展 中等收入人群又应该怎么扩大 共同富裕的目标又应该如何实现 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国家发展研究院民意院长林一夫先生 接受我们的专访为大家进行权威解读 林院长您好 官方已经提出到2035年 国内人均GDP的水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那您觉得未来15年 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因为总书记 在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建议的时候 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到2035的时候 我们的GDP的规模 或是城乡人均收入的水平 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翻 在2020的时候 我们的人均GDP 大约是在11500美元 所以翻一翻的话 那就会是23000美元的水平 那么这样的水平呢 比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 比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 2021到2035这15年时间里面 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达到差不多4.7% 我想这个目标 主要我们努力 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达成的 到2035年官方也提出了一个目标 叫做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在您看来 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要增加多少 才能达到显著扩大的要求 咱们又应该怎么做 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 我们现在实际上 已经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大约是4亿人 那么我想如果说到2035 我们人均GDP翻一翻 我想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人群 大概也要翻一翻 达到大概8亿人 目前已经全世界最多了 将来当然 荣然是全世界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国家 那么实现这个目标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中等收入群体要扩大 重要的就是收入水平要提高 而且收入水平提高的时候 需要靠更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更高的就有机会 因此总的来讲的话 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要让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不断创造劳动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 能够支撑收入水平 不断增加的这样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这个就业机会能够增加多了 建筑中等收入群体的这样的家庭就多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靠经济发展 还是要靠技术不断创新 产业不断升级 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以及中等收入群体显著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您认为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为什么? 按照现在国际上的一般的标准 只要一个国家 它的人金GDP超过了一万两千五百三十五美元 那就从中等收入国家建筑到高水路国家了 那当然就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实际上它是用收入水平来衡量的 那我前面提到的 我们现在大约已经是一万一千五百美元左右了 那么再增加个一千多美元 应该讲起来并不难的是 而且我相信应该在二零二五年前后 就能够跨过中等收入的建筑到高收入的敏感 而且要是跨过的话 我想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 占全世界总的人口 我会就是百分之十六百分之十七 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是达到百分之十八点多 所以当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的时候 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可以翻到一盘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当然它靠的是收入水平的提高 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 就需要技术不断创新 产业不断升级 道理很简单 但是怎样把道理从理论变成实际的经济发展 是需要各方的努力 那么这个努力我想很重要的两个制度安排 一个是要一个有效的市场 一个要有为的丈夫 市场跟政府两支手都要同时用得好 那么我想中国能跨过去 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信息 您长期研究比较优势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 您觉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个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的 而且永远都会有的 因为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人多资本少 那么所以我们当时的比较优势 是劳动力价格便宜 所以我们早年发展的 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当中很多还是加工业 那么随着这四十多年的发展 我们从1978年的时候 人金GDP达不到156美元 到现在超过1万美元了 当然资本就从相对短缺 逐渐地变成相对丰富 劳动力就从相对丰富 变成相对短缺 当这个过程当中 教育水平又也不断提高 所以我们比较优势 现在逐渐地就会变成到资本和技术 比较密集的产业 那么未来的发展 当然就要往资本更密集 技术更密集的产业去发展 因为那将会是我们新的比较优势 那么只要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 同样有效的市场 也要有有为的政府两支所共同作用 明白 您之前提到 在2030年之前 中国都有8%左右的经济增长潜力 但是我们现在看 最近几年 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数字的增长 您觉得是哪些因素 阻碍了中国经济潜力的完全发挥 潜力是一个技术的可能性 这是从攻击测来看 然后要把它变成现实 还要看需求测 我们知道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 花达国家一直没有恢复 因为在2008年之前 花达国家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3% 到3.5%之间 但是从2008年以后 花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最好是美国 也不过就2%左右 欧洲国家1%左右 日本基本上在1%以下平均起来 然后这些发达国家 他们的经济还在全世界的 如果按照市场费力计算 还将近一半 那一半的市场不发展 出口就减少了 对我们的需求就减少了 所以需求测就不足了 同时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还不只是为了发展速度 我们还希望在发展过程当中 解决环境的问题 解决地区收入差距的问题 等等这些 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发展潜力 要看国内国际市场的实际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 发展在于你的可能的潜力之下 也有一个好处 让我们有比较大的灰尘的空间 所以我想有这样一个潜力 那么给我们的努力 能够提供一个比较高的发展的可能 但同时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 也要看国际跟国内的条件 做适当的调整 我们其实也看到 从14.5到2035年 中国都对共同富裕提出了要求 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 在新发展阶段下 共同富裕这个内涵 共同富裕是希望在发展过程当中 大家的收入 大家的生活水平能够不断提高 那么就像前面讲的 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能够不断地扩大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不仅收入水平提高 生活质量也要不断完善 才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最终的还是 首先要发展 要发展 你就必须技术不断创新产业 不断升级 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 就按照你的比较优势 按照你有什么东西 能做好什么东西 把它做大做强 并且我们也知道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有城乡之间的差距 有地区之间的差距 政府也要给 现在相对比较弱的地区 提供必要的帮助 它在公共的服务方面 公共的基础设施方面 能够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 消除地区之间的差距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不仅收入水平会提高 而且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 会不断增加 重要的是大家的生活质量 都能够也不断地改善 今年也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 您觉得乡村振兴这个战略 对于共同富裕来说 它意味着什么 同样的 因为你还是必须让 在乡村的人的收入水平 要不断提高 在乡村的人的收入水平 要不断提高的话 一定要有能够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力的 能够不断提高就业的这样的产业 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之上 才能够让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 它能够不断提高 而且能够缩少跟城市的收入水平的差距 那么你要当它产业发展起来 基础设施也要不断完善 让它的产品能够进驻到市场 同时也要让农村里面 它的生活的方便性 公共服务 也应该跟城市里面 有一个相同的 不断完善的 差距不难受小的水平 同时在农村里面 它也要保持它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 一个完善的治理环境 所以这是乡村振兴的内容 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大家有一个充满着期望的故乡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 不仅有城市的生活 也有农村的生活 才能够实现我们现在讲的 沥水青山就是金山云山 好的 非常感谢林毅夫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今天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